虽不至于要命,却让人难以生活、工作、好好睡觉 针对一般人最常见的胃部不适合胃疾 专家们整理出几点建议,提供简易自我缓解对策与治疗方式 胀气 胃胀气,止气体积聚在胃部引起不适 尝试因狼吞虎咽,姿态油腻或容易产气食物 喝碳酸饮料,嚼口香糖,情绪压力,边说话边吃饭 抽烟造成压力会恶化吞空气的神经质动作 有些则是和乳糖不耐症或大肠肌造症相关,可能偶尔或经常发生,甚至一天发作好几次 自我缓解&治疗 一,暂时避开产气食物,例如豆类,洋葱,花椰菜,麦片,松饼等 二,少吃高脂肪,油炸食物,应会延迟胃排空 避免嚼食口香糖 三,细嚼慢咽慢慢吃,少喝会释放二氧化碳的汽水,可乐和啤酒 四,抒压 用餐后散步走一走,有助于胃蠕动,把食物输送到小肠 五,吃饱后不要马上躺下 六含二甲机系油,Symethicon,的药物,如Gascon有助于消除脏气 七,对于婴幼儿脏气,有些父母在孩子肚脐周围的肚皮涂抹含茴香,薰衣草 茶树,薄荷成分的脏气高,对预防或改善脏气有效 胃脏气通常会自己好 假如改变饮食和生活习惯,症状仍无法改善,建议就医 反胃呕吐 恶心和呕吐是常见的身体小麻烦 恶心是只有饭味,想吐的感觉 原因很多,细菌或病毒性肠胃炎 晕车晕机,暴食和接触浓烈气味 头痛,胆结时,怀孕,放射线疗法,麻醉,恐惧和焦虑等都有可能 恶心常会想吐,但不见得一定会发生 呕吐是为内容物经由口腔强力被排出 呕吐会提高脱水的风险 肠胃炎引起的恶心呕吐,肠核病有腹泻,腹部静磷,胃胀和发烧 自我缓解治疗 如果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恶心和呕吐,可能持续数小时到两、三天 一、进食和停止饮水数小时,让胃休息 二、尝试含冰块或小口吸挫蛋茶、清汤、稀释过的运动饮料 少量多次补充,预防脱水 三、开始尝试低纤维食物,如苏打饼干、果冻、白馒头、蒸蛋、米饭等 如果有呕吐,需再次进食 四、呕吐后几天之内,避免奶制品、咖啡因、酒类、太油腻或重口味的食物 如果出现24小时内喝任何东西就吐,呕吐持续量 三天,吐血或呕吐物呈咖啡色 以及有极度口渴、口前、尿量少或无尿、虚弱眩晕等脱水症状 建议就医 因为有可能是严重疾病的警讯,如脑震荡、胆囊疾病、溃疡、肠管堵塞或脑膜炎 胃痛 偶尔发生在上腹部、心窝以下、肚脐上方的疼痛可能只是吃大餐 或吃尽太多油腻、辛辣、产气食物的缘故通常会在几个小时内消失 如果是病毒或细菌感染引发的疼痛,则可能持续一两天 自我缓解N治疗 一、暂时进食,直到疼痛舒缓或消失 如果已经知道是胃溃疡引起的恶痛 吃些东西可以止痛 二、胃痛可服用是受胃药暂时解决,但治标不治本 如果疼痛持续恶化或伴随高烧、呕吐、出血、解黑便等应尽快就医 急慢性胃炎 胃黏膜发炎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 导音与酒精、压力、辛辣食物刺激、药物等细菌感染等 其症状常见上腹部 肚脐引上、心窝下方、疼痛、恶心、胃烧灼感 若病因是食物中毒,则常合并呕吐、腹泻现象 自我缓解胺治疗 一、暂时进食,仅喝少量的水止口渴,让胃休息 症状趋缓后,采少量多餐吃容易消化的食物 二、若是因药物副作用造成急性胃炎 和医师讨论调整剂量,并用保护胃黏膜药物或改药 慢性胃炎 原因和幽门螺旋感菌 老化引起胃黏膜萎缩、烟酒、长期服药有关 其症状胃上腹部不适、疼痛等 自我缓解胺治疗 以避免咖啡、香辣调味料、酒精、碳酸饮料 二、戒烟 因香烟食胃黏膜血液供应减少 三质酸剂、胃黏膜保护剂 促进胃蠕动的药物 现今因为学习、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 好多人肠胃都不好 特别是那些经常光顾着学习或者经常加班熬夜 以及需要经常参加各种酒宴的人尤其严重 一饮食要注意 在可能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吃油炸、烟泡和生冷刺激类的食物 油炸类的食物难消化 容易加重肠胃负担、烟泡的食物 所含盐分过多 某些更含有致癌物质 生冷刺激类的食物容易刺激胃黏膜 引起腹泻及消化道炎症等 二饮食要规律 不要借口工作太忙或者学习太忙没时间吃饭 到了吃饭的时间 就把手头的工作停一停先去吃饭 咱不差那点时间 如果你的肠胃已经有问题了 那就更得小心了 每顿饭不能吃太多 大概七分饱就行了 千万不能吃到撑才停嘴 平时在自己的客桌或者办公桌里放一点吃的东西 最好是麦片之类营养食物 到了中午10点和下午4点的时候补充一下 这样正餐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太饿而多吃 三健康饮水 每天早晨起床刷牙后喝一杯温水 大概100毫升左右 有助于清理肠道 中午10点左右喝一杯 午饭前喝一杯 下午3点左右喝一杯 晚上吃饭时如果有汤品类的可以不用喝水 要注意的是晚上9点30分以后最好不要喝水 以免第二天早晨起来也不水肿 四俗语说 养胃要吃面 面食相对于米饭来说更容易消化 肠胃不好的人可以多吃一些清淡的面食 这里介绍一道简单的面食做法 不管你是在哪里 只要你有电饭锅或者电磁炉 或者高压锅 一句话只要可以煮东西的都可以 材料 面 超市里有各种面可供你选择 青菜几颗 将西红柿用刀切块到锅里 再将木耳放进去 烧一开后 将适量的面放进去 等面煮的软和后 将鸡蛋打到锅里 再等一开就好了 最后放入盐 调味品 我胃不好的时候经常自己做这个面吃 效果超好 五多吃富含VC的水果和蔬菜 有助于肠胃的保养 深色蔬菜含VC较丰富 如青菜 韭菜 菠菜 雪梨红 柿子椒等 猕猴桃 柑橘 红果 柚子 枣等水果含量也较高 六腹部按摩 每天晚上入睡前 双手交叠放在肚子上 以肚脐为中心化圆 用掌心左三十下 右三十下 刚开始力道小点 后面可以稍微加大力道 长辞以往 可以有效改善肠胃功能 还可以减小肚子饶 七最后一点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啦 要经常保持良好的精神情绪 要远离烦闷焦躁 无聊空虚这种负面情绪 没事多和朋友家人聊聊天 看看喜剧 哈哈一笑也是不错的